如果你想改善音准,用调音器有没有用呢? 首先我觉得调音器只是帮到你去教那个A音 你教完A音之后,其实调音器基本上可以弃它了 你说为什么呢? 譬如我想知道这10个音准不准,那我放调音器在布架那里 它告诉我绿色灯,那准不就有用了吗? 如果以这一样为目标,希望这10个音都出到眼睛绿色灯,那不是有用吗? 你是以调音器去告诉你,这是一个被动的方法 我想问一下拉琴,这个本身是不是一个被动的一件事? 不是,你是主动去拉一些音出来,左手主动去找一个地方看 右手主动去找一条音去拉,全部都是主动,是有意识的 让你拉到准,你要看一看,看一下调音器给你绿色灯去确认 那这个当然没有用 那你问了,那怎样才有用呢? 你需要有一个曲调的感觉 什么意思?如果你拉这个乐句,你问一下自己 到底它是一个major,还是一个minor 什么major,什么minor 你可不可以在钢琴那里试试去弹这个曲调的感觉? 如果是C major,do mi so,你可不可以有这个do mi so的感觉? 你要做的就是唱谱,我经常跟学生说,如果想音准好,你一定要唱谱 唱音阶,我们唱音阶不是为了练我们的声音,让它出来好听 不是这样的,其实第一步就是让我们的音准可以很有信心 可以很肯定,如果你在钢琴上面去彭一个诗音 你可不可以唱一个octave,ascending和descending的音阶呢? 你做不做到呢?这个是很基本的要求 你可不可以用sofa name去唱呢?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你可不可以唱到minor呢? harmonic minor,melodic minor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do ti la so fa mi re do 不是因为我有absolute pitch才能唱到 而是我唱得多,所以我唱到 不要给自己藉口,不是因为absolute pitch 如果你觉得唱scale这么多音很难的话 试试简单一点唱三个音 唱一个和弦,唱一个c大调和弦 do mi so 没理由唱不到,是不是? 我问学生有没有唱谱?有 有没有唱scale?有 怎样唱? do re mi fa so la ti do do ti la so fa mi re do fa mi re do 它们是读高音的名字出来 但我的要求是,你要唱正的音高 do mi so do do so mi do 还要你唱的时候,试试看能不能唱长一点 把音唱长一点 就是do mi so do do so mi do 我唱得这么快的时候 其实准不准,根本没有人听到 你自己都听不到,我自己都听不到 你唱音,唱谱 无非是想听到音准如何 do mi so do do so mi do 看看可不可以,音和音之间不断 就是do mi so do 但当你断的时候,你给自己的机会 你给自己的音是跌了下来 你没有一个一个音比一个音高的感觉 do mi,但是 do mi 想着下一个音,so 想着最高这个,试试,so do la la do so mi do 即是如果你是这样去唱的话 你音准有什么理由会没有进步呢? 或者试试唱 minor,minor唱不唱 do mi so do do so mi do 有很多人问,如果音有flat或者sharp 那我怎么唱呢? 我的答案很简单,音的名来来去都只有7 不论它是sharp,还是flat,甚至double sharp 我们都是唱那个名字 如果f这个音有double sharp的话 那它会是什么呢? 它会是一个,就是以音高来说 它等于一个g 我仍然会唱它是fa 我不会唱它是第二个名字 我想将整件事简单一点,所以我不会给其他名字 只有7个名字 f,有sharp,没有sharp也好 fa,fa,我也是唱fa 那可能,尤其是有学生问我 那我怎么知道我在唱的是哪个呢? 我们不是用名字去分别 我们用音高去分别 我们是用唱的时候 那个感觉不同去分别 f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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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其实差很远的 所以如果回到最初的问题 如何改善音准唱谱 唱音阶,大调,小调 多唱,用sovername去唱 你以唱的音准 唱得对的音准为目标